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时间》 故事一开始,男主泡面正在咖啡馆和女友酸菜约会 咖啡馆外,泡面停在路边的车被两个女孩撞了 为了后续问题的处理,泡面简单留下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这下酸菜可就吃醋了 他认为泡面和别人互留联系方式就是意图不轨 气上心头的他甚至还上前去找两个女孩理论 最终泡面和酸菜闹得不欢而散 回家后,恢复理智的酸菜主动认错 表示自己这么过激 只是因为自己因为长相太过自卑所以患得患失 听了这话,泡面当即也消了气 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什么长相 行到农时两人为爱鼓了掌 可让泡面万万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酸菜竟然直接留下一份信物而失踪 声称自己还是决定要去整容 几个月后才会现身 泡面对于酸菜的消失闷闷不乐 就找了几个朋友借酒消愁 当晚迷迷糊糊泡面带着一个酒吧女去开房 可过程中却被人砸碎了窗户 只好不欢而散 之后又有一个女同事对泡面表示了好感 心里空虚的泡面自然是来者不拒 就在两人准备去酒店之前 女同事就上了一个厕所 回来后她的态度竟然完全和变了一个人一般 最后和泡面不了了之 又过了一段时间 泡面又和咖啡馆里的一个女店员翠花 开始眉来眼去了起来 她们开始一起聊天 一起逛公园 两人的关系渐渐暧昧 可就在此时 泡面突然收到了酸菜的来信 对于酸菜她还是念念不忘的 这下子翠花就有点吃醋了 不满的情绪让她对泡面甩了脸子 并且好几天没有打理泡面 泡面本以为自己的桃花怨就此用完了 可突然有一天 翠花再次出现在泡面面前 两人当晚在翠花的家里为爱鼓了掌 完事后 泡面眉眉的进入梦乡 可翠花却开始放声痛哭起来 原来翠花就是酸菜 这次她花高价刮骨整容的目的 就是为了考验泡面 这下可好 泡面依然深爱以前的自己 和现在的自己在一起 不过是为了身体上的满足 酸菜纠结了 自己是应该高兴还是难过呢 一夜过后 酸菜想清楚了 很快酸菜将泡面约出来见面 泡面也随之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泡面显得有些崩溃 她也开始迷茫起来 自己爱的到底是酸菜还是翠花 为了报复 她和酸菜一样玩起了失踪 并留下一封信说 自己也要去做整容手术 几天过后 脸上包着纱布的泡面 出现在酸菜面前 泡面让酸菜等五个月 五个月过后 自己会以全新的面庞 出现在她面前 五个月过去了 酸菜每天都在咖啡店苦苦等候 但每一次都认错人 她根本不知道 现在泡面到底长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她将会如何 戏耍报复自己 这天她再次来到了等候的地方 她发现路过一个男人的神态 和泡面十分相似 没错 一定就是她了 酸菜主动上前搭讪 并与其一夜春宵 完事后 酸菜却发现自己好像弄错人了 之后酸菜又认错了很多人 也交往了很多人 直到这天 路上的一个流氓 想要飞离酸菜 好在一个陌生男子及时赶到救下了酸菜 酸菜这次肯定 救自己的人就是泡面 酸菜赶紧追了上去 结果对方却以为跑得太快 被突如其来的车撞的面目全非 这人是不是泡面 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酸菜崩溃了 故事的最后 酸菜决定再次整容 将自己可悲的人生彻底掩埋起来 茫茫人海中 如果两个人能再次相爱 那便是幸福 如果不能 就继续顶着两个陌生的面孔 苦苦学